黑衣人闯进中表行全身谋灭 其中两个人亮出刀线 威胁女电源配合 短短30秒钟抢走20只高档手表 价值大约是1600万元台币 犯之后搭上坚硬的车无影无踪 警方获报赶抵现场拉起封锁线 被抢匪突击的中表行玻璃被打碎 大铁锤卡在铁窗 犯用的刀线直接丢在门口 抢案就发生在11号下午3点多 但对当地人来说 想到恐怕还是有点惊恐 因为光是今年在香港 就有好几间钟表店遇到抢劫 3月份一间钟表行被夺走40只劳力士 嫌犯不是华人 5月母亲节另外一间钟表行 被抢走120只名表 财算高达4700万元台币 每场这回又有钟表行受害 在大约案发之后过半钟左右 我们成功在飞鹅山脚 接停和拘捕了一名非华裔男子 他是19岁 找到一个背囊 里面有装了20只在劫案里面失去的标 换句话来说 我们今次在案件里面的所有的 巴基斯坦籍同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 19岁抢匪先落网 警方事后又逮到另外一名巴基斯坦17岁少年 但他意思因为误导办案 仍被拘留调查 这些抢案造成一名女店员受伤 虽然抢的手表都找回来了 但类似状况频传 南亚人士在当地锁定钟表电行抢 成了严重的治安问题 7分钟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